我们今天来演一下这个七彩椒 好漂亮的七彩椒 放这些小的嘛 放一刀辣椒就放一刀这个蒜子 这个我觉得这个蒜的话腌的时候也不吃了 这种小瓶的等下就 我姐跟我姐夫 让它拿回那个拿到厂里面去吃 感觉这个这个蒜比辣椒还多 不过我挺喜欢吃这个蒜的 这个蒜的腌好了也好吃了 这个白酒啊 这个是高度的吗 很高咯 不高啊 不高啊 这个有50度 我们那个是酱香味的 放几个冰糖 放这个冰糖的话 它腌出来的话就稍微脆一点 也不要放太多 每个瓶的话放几块 起来块这样 再放一点这个高度酒 放高度酒的话 你们腌的时候 就不会起那层白色的那种那种东西 这个酒高度的吧 不要放太多吧 放几滴 可以了 生抽 这种生抽的话 大家不要用那种 平时我们家庭买回来淘汰的那种 那种太咸了 一定要去买那种 就是没有那么咸的这种生抽 那种不够啊 不够啊 应该差两种 它有点那种白的也可以 那种酸的呢 不够啊 没有了 就差一两八而已 放那种咸的 放那种咸的 再喝一点那个纯定水 纯定水不行啊 纯定水怎么不行 纯定水 你泡酒了它会 起那个的 纯定水不会啊 是拿酒才会 纯定水人家 过来过来 有了吗 不够 拿这个酒来干什么 放啊 你怎么要放酒啊 放酒了啊 哎 这样你就不懂了吗 还要放糖吗 哎 这你也不懂了吗 是我腌的 我是直接用酱油而已 要放几个糖才会脆 我这个我拿一些糖 然后我再拿 我洗了出来这个快了 再看你做个装饰了 装饰了 哈哈哈哈 这瓶没有酱油了 我来泡一个那种酸甜的 啊 不是没有酸甜的 酸甜的 酸甜的就要放很多糖了吗 酸甜的好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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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醋 可以了 这个 酱油 泡就要采销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吃了 这个很快的 在家的话 你们想泡的话 就按照我们这个方法泡啊 可以去买来泡 水费都没有 红萝卜 红萝卜 啊 刚才 我去外面市场的时候 人家那个卖卖菜的像这种 这种萝卜不太好了 人家就不要了 我就去那里剪一下 哈哈哈哈 免费的去剪了几颗 来 啊 喂肚子 吃不吃红萝卜 嗯 看他吃啊 有哪一个兔子能抵抗得了红萝卜的 又厚啊 我去 猜一点这个当地家的 翁菜烟 空心菜 在在田里面种的空心菜的话 吃起来说真的 还是比较 口感比较软一点 我家在那个 地里面种的不一样 这个家中的是什么一种啊 嗯 我的这一种长这样子的 哈哈哈哈 你那刚种了 怎么这样子种的更那么好 这里面 全部种的都是空心菜 每一家种的品种都不一样 这种就是 大叶子这种 这种品种是大的 这种又不一样 你看 这种又不一样 过来这里 又不一样 哦 哦 这种这种叶子是小小的尖尖的 这种你看 嗯 这种可能这种比较好吃一点 或者是水家的这个 阿公家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堂地家的种的这种又不一样 哈哈哈哈 哇 把门都在那里 嗯 这种这种这种叶子比较轻干的去 对吧 它颜色轻轻的 手指那么大 这种就是拿来吃梗的 拿这个肯回去炒酸 广心明菜 翁兴肯 炒酸 够了够了 回去 这都有点老了这个 嗯 这个都插不进去 那是人家的呀 是那个阿公家的 不猜了吧 这个够了这个 这个老的我拿一场你炒辣椒啊 你们不吃 我吃这个叶子啊 我去摘一点叶子够了 基本上是 五花八门你看这里 这里这里全都是这个空菜 种这个空心菜的基地 全都是空心菜 空心菜实际在田里面种的话 有水的话 比较好一点 它比较远 吃起来 你看那里边带啊 妹子中了吗 妹子中了呀 妹子中了呀 就要交给你了吧 表弟娃娃 老板 拿那个狗去种啊 那个能种种种好的吗 了 这个是老人家的哦 我爸种的都不是给人吃的 他都要种来喂20宗了 怎么样的话20宗都不够吃 我加了一大拉的来就剩那么一点点 我们又要炒豆芽又要炒芹菜啊 天气太幼了都吃点蔬菜 那有豆芽了还炒芹菜吗 那豆芽也是芹菜啊 走吧走吧 交给你了吗 有表弟在 咱们等下坐等吃饭就行了